因为父亲生病 林静郎16年前 才回到云林台西当科农 其实真的我一辈子都留下不了 可是最后三年多的话 陪他走 没想到猪鼻盖起了 六青石化工业 原本海天一色的科田旁 矗立起一个个大烟冲 我刚才有六斤 人家有两斤 人家有两斤 我现在有两斤 人家有两斤 人家有两斤 担心水和空气被污染 他们也开始长期抗争上街头 每次回去都看到 三场四场的葬礼 我讲得很简单就很干 为了抗争 静郎每个月都往台北跑 合住台北的孩子们 却很少碰面 我可能对环境议题的话 比较关心 所以也比较舒服家庭这个部分 神秘嘉宾与静郎午餐后 竟然打消退休后 买田种菜的念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周五晚上九点 林北醋逼喜六青 就在公事频道 谁来晚餐